今天买了一块前腿肉 把皮戒去 然后切成小块 切好了放到绞肉机里面打成肉末 打成这样子就可以 不需要打得太碎 我们再来打马蹄 马蹄也不用打得太脆 有些大颗粒吃起来口感比较好 打好了把肉末加进来 再来切一把葱白 葱白多一点吃起来更香 再来打入三个鸡蛋 鸡蛋大的话就用两个 还有60克面粉 一勺五香粉 适量盐 少许蚝油 用手抓均匀再搅打上筋 这是在市场上买的腹皮 不要强 把它切成三张 腹皮上刷上一层薄薄的水 让腹皮软化 这样比较好卷 把肉先放在腹皮的一头 不要太粗细一点 卷起来 卷紧实一些 卷个两圈就可以了 两边留一点点 然后把它切下来 做好后把它放到冰箱冷冻一个小时定型 这是我去年自己熬的金桔酱 摇几颗出来 再来一点汁 把它们捣碎 熬制的过程也有拍过视频的 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加一些开水 放到小奶锅里面熬煮 加一点点油 这个比较甜 加一点点盐中和一下 我们现在要来熬的是一份金桔酱 拌着果肉吃 特别解密 酸酸甜甜的 市场上也有那种金桔酱可以买 熬稠了之后把它过滤出来 扎不要 我们这份金桔酱就做好了 特别酸甜开胃 冻过的果肉 我们把它用块刀长成块 先放好等会扎 油温六七成热的时候 放进来炸 用中小火 一炸它就会鼓起来 胖胖的 炸成这样子就可以捞出来 等会再不炸一遍 油温再次升高 倒进来 炸十秒钟后捞出 不炸一次 表皮吃起来会更酥脆 好了 用香菜点缀一下 一道炒上硬菜就做好了 今天这道炒上果肉呢 吃起来外皮酥脆 里面鲜香 炸着金桔酱吃呢 特别过瘾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哦 炸到这里 水猫腹脆 鸡肉 也是 洗澡 门 火 炸 油 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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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